《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是《建民论推墙》的1541期 那么最近呢 有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 希望我能讲一点这个政治段子 其实我不是郭杜刚啊 我不会说书的 没有一点这方面的基本功 但是呢 朋友们喜欢 我也就尝试着呢 把我们时政频道的内容呢 用段子来表现 也就当做我们春节增加一点喜庆吧 如果大家能够接受的话呢 以后我就不定期呢 推出一些习近平的系列段子 虽然呢 说是段子 但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只是形式呢 我们用调侃的方式来表达 那么罗伯钦才个人所爱 喜欢的朋友呢 你就点赞转发 不喜欢的朋友你就绕过 好 怎么言归正传 今天呢 你就来诉说 习近平呢 看冬奥会 那么习近平呢 非常关注本届冬奥会 因为这已经是他判了很多年的啊 习近平当年他在做储君的时候 他对这个中国举办奥运会他就羡慕不已 但是呢 那时候万邦来朝 当老大的是胡锦涛啊 他这个储君是一个跟班啊 所以风光没轮到他 他一直呢 就是耿耿于怀 希望呢 他接班以后呢 能办一些盛大的奥运会 他这个奥运会甚至想超过当年2008年呢 北京夏季奥运会的那个规模 因此呢 这一次奥运会开幕以后 习近平呢就非常关注 他每天下班也不回家 政治局委员要找他开会呢 他现在这个会议呢 也往后推迟 他干什么呢 他坐在东南海看冬奥会 那么看冬奥会呢 他也不懂 看到很多场面呢 他呢 吓了一跳 也就是他看冬奥会 看到这个高山滑雪的项目呢 看到运动员一个接一个的摔跤 而且呢 摔到最后嘛 摔到最后就停赛了 然后呢 外交部就接到抗议了 因为呢 社交媒体上 美国两届奥运滑雪金牌得主呢 他已经在因此的过程上发布了自己的信息 向全世界呢 说明北京冬奥会呢 他这个办的这个场地的真相 就是说 北京冬奥会啊 实际上是全世界滑雪运动员的噩梦 为什么呢 说场地条件太差了 习近平一听说 外交部受到了这样的抗议 习近平就打惊啊 咋回事啊 为什么美国运动员要这样去说啊 难道是美帝国主义亡物之星不死吗 他们凭什么说我们这个场地不行啊 你们不是这个场地花了好几百亿 搞得是全球最好的一个场地嘛 所以说呢 习近平一问 秘书就赶紧来汇报 秘书就告诉习近平就说 本节冬奥会比赛啊 我们实际上是下了一盘大棋 也就是外国选手最终都会全军覆没的 冠军全部是咱们的嘛 咱们不就是拿金牌为国争光吗 习近平讲说 你下这什么大棋 怎么把冠军全部是我们的 为什么外国运动员一个个都会全军覆没 那么这个秘书就告诉习近平啊 就是人家老外的滑雪侵略呢 从小到大都是在那个真雪上侵略 没有人接触多少过人造雪 而我们北京根本也不下个雪 你一定要办冬奥会 那冬奥会也不能不办 那办的时候没雪怎么办呢 没雪我们就人造雪哇 而人造雪它跟天然雪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个人造雪呢颗粒很大 而且呢很坚硬 不像这个天然的雪很软啊很滑啊 而人造雪坚硬如铁 这个雪呢又比正常的那个真的雪呢 它那个条件 雪质条件要差的很多 人造雪的质地柔软度阻力都跟真雪是完全不同的 老外根本就不适应啊 所以说很多老外的运动员 他们对自己的速度 自己的身体的掌控 在这种雪道上滑 他们根本就把控不住 他们怎么能不摔呢 他们一摔要到哪拿冠军呢 那我们的中国运动员都接触这种雪地 我们长期心愿我们已经适应了 那肯定这种冠军都是我们的嘛 那习近平一想这个比赛刚刚开始 一个接着一个摔这个很难看啊 要产生国际影响 所以呢他就带着秘书呢 就赶紧到各个场馆呢去看一看 但是秘书呢为了讨好习近平 不能把那些丑的事情给习近平知道 他就带习近平去看一些正能量 然后就把习近平带到了什么 带到了中国女子兵球队 结果习近平一看这个冰球队里面的人 个个是金发碧眼 都穿着中国队的队服 他就问秘书这都是中国队队员 然后秘书就告诉他 是的 这都是规划 也就是外国运动员 我们把他退掉他外国国籍到中国来 参加中国运动队 然后呢 规划成我们中国的运动员 这样就有资格代表中国队出征了 所以你别看金发碧眼啊 但是他都算中国队啊 都算中国队员 拿金牌算中国的啊 习近平也数女子兵球队一共二十多个运动员 光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外 什么俄罗斯的意大利的 美国的加拿大的 加起来就二十多个 几乎这个亚洲面孔都找不到 所以说习近平啊 这样你不是忽悠吗 这样的队伍带出去说是算中国队 习近平自己也不相信啊 他就问秘书讲 这些规划球员 你们花了重金把他请来 但是这些金发碧眼的人 都算这种我天早的运动员 他们都代表中国去比赛 你觉得这个老外人相信吗 秘书讲讲不相信没关系啊 这是我党的一贯光荣传统啊 没问他们信不信 就问他们服不服 习近平讲也对 我党一贯的这个作风就是这样 从来不管你信不信 只问你服不服了 但是习近平讲 那来自海外的海归的运动员 你们都说他水平多么高的 我记得有个花样花瓶的运动员 他那个父亲是科学家的 那个运动员为什么也一摔再摔呢 他不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员 不是我们中国人运动员 你不是你们培养说 他这个人海归他这个水平很高吗 你们不跟我讲他这个水平刚刚的吗 秘书里跟他讲 我们也正在调查啊 现在这个人从国外回来 有没有及时学习习近平思想很重要 可能他已经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 而且接二年三的跌倒 我们还在研究 这个是不是阶级都在心动下 因为春节前大家不都知道吗 有很多农民工他们要返乡 我们把它定义为恶意返乡 现在这个运动员他不断的跌倒 我们也要调查调查 是不是恶意跌倒 这个恶意跌倒 我觉得就相当于千里偷毒 再说他水平差一点嘛 我们事先也是了解的 主要他父亲是科学家嘛 是做人工智能的嘛 是我国积蓄的人才 但是呢我们要引进他父亲海归呢 是有条件的 也就是他父亲他既要成为北大清华的教授 在中国由我们这个国家基金呢 给他成立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院 让他当院长 就是一切的科研条件都要给他配好 美女秘书要给他配好 中国的那些美女博士的助手也要给他找好 这一切项目都落实以后 他就提出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他女儿在美国是练花样滑冰的 他认为他女儿的水平相当好 我们看了一看呢 他女儿呢在美国呢 参加一些比赛呢 水平还是可以的 所以他提出一定要让他女儿代表中国队出征 征战本职冬季奥运会 那我们想想为了引进他这个科学家父亲 我们就答应了啊 哪知道他这个女儿水平那么咋一摔再摔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认为 有没有可能是恶意摔倒 对于恶意摔倒的问题就等于是千里头堵嘛 加上他父亲本身在中国有生意 我们也是关照的嘛 习近平一听怎么还有生意呢 他不是爱国吗 这个海归科学家不是回来爱国 爱国怎么回来还要照顾他的生意呢 秘书就告诉他讲爱国就是一门生意 别光嘴巴上讲爱国 嘴巴上讲爱国有什么用啊 你看看在中国那些高喊的爱国的那些人哪个没有生意啊 司马南啊胡锡进啊周小平啊 他们每个人高喊的爱国他们都是生意 他们是通过喊爱国才挣到钱 所以说爱国实际上就是一门生意 只不过科学家他是用他的科技项目 而胡锡进周小平司马南是玩嘴 无论是玩嘴还是用他的科技实力科技项目 他们打的爱国的喜好都是要挣钱的都是生意嘛 习近平一想确实这个生意也对 因为呢这帮人呢如果不赏他们点狗粮呢他们也不卖命 所以说习近平讲说给点生意就给点生意嘛 但是这个奥运场呢连着发生这个不断摔运动员的事情 造成运动员可能受伤的事情 习近平还是认为这个肯定是你们没组织好啊 而我视察的时候你们当时跟我怎么说的啊 因为习近平呢在曾经中国获得了冬奥会举办前以后呢 他先后呢五次视察过奥运场馆 他每次视察奥运场馆的时候 所有的书记处的人啦 办公厅的人啦 国家体育总局的这些人啦 都跟习近平讲我们这个设施如何好 我们准备的多么充分 我们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一届冬季奥运会 但是这个一比赛就看出结果来了啊 很多设施根本不到位啊 不然也不会发生那么多外国运动员摔成这个样子啊 而且习近平当时他在视察的时候 也见到了类似于像谷爱玲这样的中美混血儿 他就问他的幕僚这个混血儿都回来是怎么回事啊 书记出啊 办公厅啊 国家体育总局的人都抢着汇报啊 就告诉他说是我们引进了大量像谷爱玲这样的人 也就是什么都是我们华人他们呢到海外去 他们到海外嫁白人 嫁了白人以后呢在当地呢 他们美国也好欧洲也好 这些国家都有非常良好的体育条件 然后他们的孩子虽然是跟老外甥的 但是他是中国姓啊 他的妈妈是中国人啊 这孩子从小就是胃就是中国胃心就是中国心 血管里面躺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血 他们都是要回来报效祖国的 他们在海外有良好的运动学习条件 当他们自己这个运动技能达到很高的水平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回国了 退掉他们的外国籍加入我们中国籍 以中国运动员的身份跟上奥运会奖牌 最终什么拿冠军算我们的啊 都是回来为我们争光的话 习近平一听这种好事当然他愿意了 因为中国一年在海外有几十万个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回来的是少数 大部分是留在海外的 而留在海外的华人女留学生 嫁给白人的概率很高 而往往通过中外混血呢 生下来这个孩子非常优秀 除了学习成绩很优秀 运动基因也非常好啊 因此这些孩子如果是都培养起来以后 将来回国争光肯定是好 只不过你叫人家退掉美国籍 退掉欧洲籍这些人愿意吗 习近平心里没想肯定不愿意啊 因为习近平自己很清楚啊 他女儿习明哲 他要他女儿退掉美国籍 然后回国习明哲都不愿意啊 习近平要做好他女儿的工作都很难 他告诉他女儿 你回国就是当公主 我可以当接班人培养 而且唯以重任 他女儿根本就不为这些权势所动 他女儿不要回国不要你培养 他也不想回来当什么公主 他就要在美国甚至就要嫁个美国人 所以习近平知道把这些海归的学生 要说服他们放弃美国国籍是相当难的 你们怎么去做到的呢 秘书就跟他讲 主要是学习习近平思想 现在我们要去海外华人的儿女啊 碰到喜事 比方说结婚 你们就在洞房里面抄党章 碰到男士 你们就能学习习近平思想 我们每年都想海外 输出了几十万的留学证 在几十万留学证里面至少有一大半 他们是留在海外的 很多都是嫁给白人的 嫁给白人以后 他们的子女在一边成长的过程中 一边我们要求他学习习近平思想啊 都是你的思想非常伟大啊 在你的光辉思想的指导下 这些学生就成长起来了 他们到时候就回国来报效祖国 当然了他们那个国籍 他们跟我们讲已经退掉了 退不退不重要了 管他退不退 反正他来了以后 我们就给他一个中国运动员的资格 让他代表中国队参赛 拿到金牌算我们中国就行了 最终就是什么 赢得算我们的输了就算美国的 所以说秘书这么一汇报呢 习近平觉得哎那蛮好 赢得算我们的输了算他们的 习近平觉得这个方法蛮好 但是习近平还是很担心啊 就是这些人他们这个美国籍 你说退掉不退掉不重要 那你怎么在国际奥委会那边 能忽悠的过去呢 人家调查的哇 你不是中国的运动员 你怎么能代表中国队参赛呢 所以说他们愿不愿意退掉美国籍 要国际奥委会这一关嘛 当时秘书呢就面有难受了 他说呢好不容易在外国搞到国籍 要退掉外国国籍呢 这肯定是有难处的 而且这个也要上行下效啊 你习总要带头啊 你习明哲都没有退 你让我们凭什么退呢 习近平听的话气死了 两眼路针都跟我比嘛 我们家习明哲在美国 我是派他胜入地后的 这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你们动不动就跟我说 华侨把子女送回国是为国争光 那为什么那个花样花瓶的那个叫朱毅的 摔了一次又一次的 比分弄了个最后一名 你们不都是来忽悠症吗 第一天摔了还好说 但是第二天又接着摔了 究竟是回来争光的 还是给郑来丢脸的 秘书心里面明白啊 这个朱毅嘛本身就是揽于充塑啊 实际上是跟他的科学家父亲做了交易啊 才让他进了国家队啊 只是没想到他这个水平实在是太差了 一摔再摔啊 那么摔了那么多交易以后 连习总都惊动了 所以一想到呢 习总都对这个问题看的那么严重 他就怕不能把冬奥会办砸了 因为冬奥会一旦办砸了 要多少人要丢乌纱帽呢 所以呢秘书就赶紧解释主要就是什么 主要他这次方位不好 再一个对我们的场地呢 他适应不够 因为我们的场地都是人造的嘛 而人造的场地很多是达不到国际奥舞会的要求的嘛 因为北京也没下个学 你们申办的时候就知道北京根本下不了学 而且国际奥舞会当时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北京能获得奥运会这个资格 也就是帮助我们的嘛 知道我们北京下不了学嘛 下不了学我们就是人造场地嘛 而人造场地跟天然雪嘛有很大的差异啊 外国运动员都是在天然环境中里面训练 他们哪接受过那么多人造学呢 再说我们这个人造学的话 他这个条件也很差 而且在学里面参与大量的一些化学实际 也是为了让这个雪它能够快速的凝结 用了大量的水 等到将来这个雪撤掉以后 所有的泥土里面都有这种大量的化学污染物 将来的一些土地粮食是打不出来的 这个秘书心里面很清楚 但是呢在习近平面前只能是歌功颂德了 绝对不能够把这些秘密全部告诉习总 因为习总对这个冬奥会是心心念念啊 当年2008年下居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那个场面那个派头 习近平当时心里面痒痒的万国来潮啊 美国总统小布什啊 俄罗斯总统普京啊 英国首相法国总统 全球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到北京来了 胡锦涛大哥风光啊 这个中国已经登上了世界之巅啊 而习近平当时只是个跟班 他只能陪君子读书 在胡锦涛后面呢 他根本没有资格在这个场面上面 给他自己露个脸 心里面一直憋着那个恨啊 也就是习近平对当年北京下居奥运会的时候 他自己没有疯狂到 他心里面是相当的不满意的 一直憋着这个气 好不容易嘛 好不容易把储君熬到了正式登记啊 也就是习近平从十七大成为储君那一天 他就盼着十八大自己赶紧能够登记啊 那么终于什么 终于到了2012年十八大时候 习近平登记了 那么登记以后 习近平立马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嘛 就安排老汪 担任中纪委书记 把所有政治上的对手全部打掉 他看不顺眼的通通抓起来 通通送往秦城 管他是正国级副国级 管他们这些人有多少势力 全部把他们打掉 这是习近平首先要铲除掉政治上的对手 因为铲除掉政治上的对手 就没人敢反对他了嘛 其次什么 其次一定要再安排开一次奥运会 正一定要风风光光 要超过胡锦涛 超过胡锦涛 曾经的2008年北京下居奥运会那个风光 所以习近平一直是这样去想 他就跟秘书讲 赶紧去升办奥运会 秘书就跟人家 没可能啊 要轮着来的 按照奥运会的规则 咱们才刚刚办过轮不到嘛 是五大洲轮流办一次 那么亚洲咱们刚刚办过就要轮到别的州 五个州都轮一次 四年一次奥运会最起码是二十年以后 所以说现在申办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习近平想还有这个规矩啊 要五大洲轮流啊 这一轮流要轮流二十几年以后 那么二十几年以后即使是申请到 这能不能风光就没把握了 你看真的这个生子股能熬到二十多年吗 你怎么能安排二十多年以后呢 但是国际奥运会就是这个规则 所有的这个奥运会就是各个大洲轮流办 你亚洲办完了以后就要轮人家美洲 轮人家欧洲轮人家大洋洲 一个州一个州去轮 所以说再回到亚洲要二十几年以后 因此呢习近平一想等这个奥运会等不起 因为呢他这个生子股 他知道根本就不可能扛到二十几年以后 那么冬奥会呢他就问秘书 冬奥会我们可不可以申办呢 秘书一查中国呢因为没申办过冬奥会 而冬奥会呢恰好呢再过两届就轮到了亚洲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申办正是时候 所以说呢秘书马上就汇报 二零二二年的冬奥会呢 现在已经到了马上就可以申请的地步了 但是呢冬奥会我们申请没有先例啊 因为奥运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城市 同时举办过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 所以秘书这么一汇报呢 他本来认为就是习近平呢就直男而退了 因为没有这个先例嘛 但是习近平大梦啊 习近平就说一天到晚要求你们创新 你们天天忽悠我动不动什么东方抄党章 我不知道你们有个党章抄给谁看的 你们就不知道与时俱进嘛 没有先例没有先例的不能创造嘛 为什么我们北京不能既办夏季奥运会 又办冬季奥运会呢 民主当时就算了一下子啊 如果是申办冬季奥运会成功 就要到2022年举办 而2022年系统还在不在位呢 那时候习近平还没跟他们讲过他要搞终身事啊 人家算计的习近平也就是跟胡锦涛江泽民一样嘛 最多两届 两届按中共这个党的总书记的任期就是十年 他一算十年是赶得上的 因为什么到2022年开20大 20大是2022年年底 而冬奥会如果申办成功是2022年年初 这样呢习总可以风光一阵 风光个几个月以后呢 然后习总再光荣退休 所以说这个秘书就觉得赶得上 因此他马上就跟习近平汇报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现在这个申办冬奥会马上就可以抓紧进行 而且是可以赶在20大之前 我们就把冬奥会办掉 那么你在19大你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肯定你就风光到了 习近平强迫他的话讲 20大我就不能连任了嘛 20大我就不能继续做党的总司机 民主讲事实 你终身制你肯定全国人命都盼着你赶紧终身制 所以说我们就决定马上就申办冬奥会 申办冬奥会以后你就可以造成万榜来潮 比2008年这个夏季奥奥会 比胡锦涛总书记那个要疯狂的多 而且我们现在的GDP比当年高的多了 那时候我们有的事情啊 肯定是超过胡锦涛的夏季奥运会了 习近平一听新话怒放跟他讲马上就搞 那么这马上就搞秘书去告诉国家体育总局 告诉中国奥委会 习总已经下决心要申办冬奥运会 你们赶紧要不惜切代价 把这个奥运会的这个申办权把它拿到手 所以说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 就向国家奥委会提出北京要派冬奥运会 那么冬季奥运会不光你北京来办 你北京的条件比别人比差得多了 因为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 大部分是欧洲的城市 人家都是冰雪城市 就是这些国家无论从他们的维度也好 从他们的冬天大量的这个下雪的资源也好 比你北京要好得多啊 所以说呢一下子呢 全球呢有六个城市在申办了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 等到习近平把这个名单一探 就是跟中国同时来申请的 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冰雪国家 有挪威啊有瑞典啊有乌克兰有波兰啊 这些国家所有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面 在冬天下雪资源上面都绝对占优势 所以说呢当时习近平感觉到 这个我们还能申办成功吗 密苏里国家能成功 为什么他们没有我们有钱 我们呢可以用大量的钱呢来呢 击退他们 然后怎么花钱呢 让高丽来嘛 张高丽让他担任主委会主席嘛 张高丽有办法嘛 密苏里建议让高丽来嘛 也就是启用张高丽担任主委会主席嘛 因为张高丽最有优势嘛 张高丽最喜欢跟女子运动员在床上跟他们谈天说地 从近代历史聊到远古时代 从万无知识再谈到经济哲学 高丽和女运动员有聊不完的话题 经常会告诉他们 宇宙多么大人类多么小 我是风儿你是啥一顿风就把你吹没了 所以说高丽不光约炮是强项 另外呢 高丽呢 拉拢贿赂奥委会的主席啊 高居官员啊 给他们送钱送美女啊 这都是高丽的强项 你别看高丽每天板着脸戴个眼睛 一声不知 她背后那些故事 那些游炮的故事多了去了 请你们一想很好 不错 高丽失职方面的人才 所以说就任命高丽为中国申办冬奥会的这个主席 你看看功夫不负有幸人 有钱的是鬼推磨 不到一年几个申办的国家包括瑞典的斯德格尔摩 包括波兰的卡纳科夫 包括乌克兰的利沃夫 包括挪威的奥斯陆全部撤回了 因为什么国际奥委会对他们提出了很多可口的条件 要求他们这个场馆设施提高到什么程度 要他们花费大量的这个财务投资 他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他们这些民主国家用老百姓用纳税人的钱 没有老百姓支持哪能去搞啊 所以说他们最终就自然而退 而故意留下所有申办城市里面最差的一个阿拉木图 就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阿拉木图 用这个城市跟北京二选一 那么这是个国际奥会的委员全部投票给北京了 因为北京最有钱嘛 北京才有这个条件能够拿下这个冬季奥运会 这样奥运历史上就创办了北京是唯一一个举办过冬季和夏季奥运会的城市 所以说习近平一听说这个冬奥会的申办全拿到手了 龙眼大喜啊准备利用2022年的冬奥会 好好摆摆天朝的威风 初初当年跟在胡锦涛后面做跟班的那口恶机 哪知道好不容易盼来了冬奥会快开幕了 这时候秘书又来汇报了 说是美国率领着五眼联盟和很多欧洲的国家 全部政治抵制冬奥会 这些国家都不来了 所以习近平一听都不来了 正本来利用这个场合想风光一下 让万邦来吵他们都不来 他们哪些国家不来啊 那么当时秘书就告诉他了 英美加傲日益德法 只要有影响力的西方列强 基本上都不来了 习近平气死了龙眼大怒啊 一巴掌把这个桌上拍在这个茶杯摔在底下 盖子和茶杯都找不到了 习近平就说这不是砸床子吗 他们凭什么不来啊 他们一个都不来吗 秘书讲也不是都不来 按照我们新华社报道就说 来了20多个仅称178个国家不来 央视就是这么说的 仅称178个不来 但是我们来了20多个 那都谁来了呢 习近平很着急都谁来了呢 秘书就告诉他 金巴布韦、乌干达、塞拉利昂、肯利亚、非洲兄弟全来了 习近平一听就赶紧打断秘书的话 你听听听听 这些非洲国家有冰雪吗 冬奥会是冰雪项目啊 有在雪上跑步的吗 那肯利亚来干什么 肯利亚跑步跑得好 那都是在沙子地在泥土上跑步 有听说在冰雪上跑步吗 冬奥会有这个冰雪上跑步的项目吗 没有他们来干什么呢 那么秘书就讲了实话了 他们来都是来要钱的 他们哪是来参加运动会 他们国家的这些人从来这一辈子也没见过什么冰雪 来参加啥冬奥会啊 他们就是到中国来要钱的啊 这些人提款的密码个个知道 习近平讲还有提款密码 他说对啊 他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 他们的提款密码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习近平就没有全人类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南海是属于中国的 所以说呢 阿根廷那个大使和阿根廷的总统不就是跟你这么说的吗 你一高兴给了他们230亿 那么他们的230亿所谓加入一带一落 不就是因为什么 他们给了你提款密码 说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啊 习近平一想 哦好像是有这个事 他们那个大使我在接见他们的时候 他跟我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而是用汉语讲的 习近平当时要表扬大 讲得好讲得好 然后习近平大赦一回230亿就给了 习近平认为这些国家来要钱 我们也可以给点钱 天朝有的事情咱不在乎给点钱 邻居外邦不予加努嘛 量中华之屋里 借予国之欢欣 只要万邦来逃 营造盛大场面就行 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国家他们来 他们给挣 没有挣多少面子啊 所以习近平心里面就很堵啊 他就跟秘书讲 这些都是穷要犯的来 给挣人添什么面子呢 难道你们就没有请到一个不是要犯花子 就没有一个不伸手要钱的吗 秘书就告诉他 有一个不来伸手要钱的 而且给咱们带点礼物来的 习近平一听情绪就上来了 马上就说快快说说是谁给咱带礼物来 而且是不来伸手要钱的 秘书就告诉他 是俄罗斯老毛的是普京来了 普京没有直接伸手要钱 但是呢他是带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合同来 这个合同呢 他要求你呢跟他一签就签十年 一直签到2033年 要中国买他们总共是一亿吨石油 总价值是800亿美元 而且呢普京呢是明确要求 咱们签了这个合约以后要先把款付掉 他只有看到咱们中国银行的钱 到了莫斯科银行之后 钱到账他才上飞机才过来 习近平打惊失色啊 就是普京是这样去要求的 普京知道提款密码吗 然后秘书就告诉他 怎么不知道你不记得 上次你俩一见面 你白府放了一架钢琴 本来打算让彭丽媛 他边弹边唱来做出信的 没想到普大地坐下来 马上就亮出了他的提款密码 我都要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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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看普京谈了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 赢得满堂喝彩啊 吓得彭丽媛都不敢唱了啊 人家这个提款密码多准啊 所以说你当时看到普京那么身彩飞扬 你赶紧就跟普京把大单签了 那次你签了多少亿的天然气合同你不记得吗 习近平想 对 有这么回事 这个老毛子狠 老毛子比那些一带一路来要钱的这些全国家要狠 因为这些全国家他们要了钱 挣得给他们钱 但是正可以去搞建设的 搞建设的过程中 所增加的所有钱款 所有的利息他们付不了 付不了 可以拿资源来抵啊 比方说非洲有森林资源 有鸿木资源 他们有矿产 有铜矿 有各种有数金属资源 我们都可以让他们拿这钱来抵 而且还有大象呢 有大象象牙呢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让非洲人拿他们的物资来抵 但是老毛子是一毛不拔啊 老毛子历史上不知道侵占了我们多少土地 那个弗拉迪奥斯托克实际上就是我们原来的海生外嘛 海生外跟香港一样本来是租借的嘛 但是人家香港租借给大英 大英到了时间 就把香港还给我们了 而海生外租借给老毛子 老毛子到时候不还 还来逼着郑跟他去签合约 要求我永久放弃领土要求 最终什么 海生外就给他们改名字叫弗拉迪奥斯托克 也就是普京这个家伙狠啊 但是怎么办呢 为了共同对抗美帝国主义 郑只好忍了这口气 所以说普京到中国 来要我们签这份合同 我们就跟他签了 这个价格高一点就高一点了 反正我们尤其是韭菜 我们有14亿呢 干完了韭菜 然后让韭菜们买单 也就是我们把老毛子去使用 我们就买下来了 天然气就买下来了 然后跟老毛子团结一心 我们跟美帝国主义干 所以习近平一想到这个能打败美帝国主义 他信心又上来了 因此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冬奥会办成怎么样 只要普京来了 跟他联合在一起 形成什么 中俄一级 美国一级 欧洲一级 全球三级鼎立以后 然后他拉着老毛子一起对抗美帝国主义 一起对抗欧洲列侠 最终习近平觉得半国一届冬奥会 真的这个地位大大提高 而且我中国不占自胜了嘛 你们所有外国运动员 现在不各个摔倒了嘛 你们今天运动员摔倒的这个样子 就是你们国家摔倒的形象 而我大高我天朝已经崛起了 所以习近平满意的不得了 因此习近平对整个冬奥会的举办 他每天还在继续看节目 那么他这个节目里面还会出现哪些 画面新闻 哪些花絮 我们根据赛场里面出来的各种新闻 我以后再跟大家做最终评论报道 好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请你们点赞转发 你们的点赞转发是对建民最大的支持 建民在这里感谢大家 好 我们的节目今天就结束了 谢谢各位